哎呀,我的佩奇都离家出走三天了,都还没有回来 我呀给她画了一幅画,希望她回来的时候可以跟我重归于好 佩奇佩奇,你快回来吧,妈妈太想你了 妈妈把你的画给你涂上你最喜欢的粉色 你回来看到了就一定要跟我和好哟 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太好了佩奇,你终于回来了 妈妈终于等到你了 妈妈妈妈妈,我也回来了 哎,怎么会突然回来了两个佩奇呀 妈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啊,怎么会有三个佩奇呀 到底谁才是我的孩子呀 这可怎么办呀 我得想个办法,看看到底谁才是我真正的孩子 有了有了,我知道了 我的佩奇呀,最喜欢吃蛋糕了 那我就通过蛋糕来测试测试 看看他们谁才是我真正的孩子吧 佩奇,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金币巧克力,送给你 佩奇佩奇,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蛋糕,送给你 佩奇,这个呀,是你最喜欢吃的棒棒糖了 我送给你 我最喜欢吃金币巧克力了 太好吃了,我已经把它全部吃完了 嗯,我不想吃 我不是很喜欢吃蛋糕,猪妈妈 妈妈,我也不想吃棒棒糖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吃棒棒糖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蛋糕啊 妈妈,你怎么不记得了呀 我明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蛋糕 你怎么给我棒棒糖呢 哈,我知道了,知道了 通过这个小小的测试 我已经知道谁才是我真正的佩奇了 小朋友们,你们看清楚了吗 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佩奇了吗 佩奇,乔治 今天呀,你们两个就在家里面比赛吧 嗯,比赛的内容呢,就是画大树 看谁的大树画的最好 谁画的最好呢 妈妈呀,就会奖励她一辆自行车 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去郊游咯 啊,画大树就会有自行车嘛 那猪妈妈,我会努力的 我也会努力,一定画出最好的大树给你看的 那好吧,你们先画 我一会儿再过来检查 嘿嘿,有自行车 那我可得认真画了 我要先画出这个树的树盖 然后再给它画上大大的绿叶 再在树下画一些小草吧 嘿呀,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看,我的画就画好了 我画的是不是很好看呀 哎呀,佩奇姐姐都画完了 那我也得赶紧开始画了 我的大树啊,一定会比佩奇姐姐的还好看的 我也要先画上树的树干 还要给它画上它的树叶 然后呢,还要给它涂上绿色的颜色 再给它画一些小草在下面 好了好了,我也画完了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我的大树画的好看吗 是不是觉得我的大树画的更好看呀 孩子们,孩子们,猪妈妈来了 让我看看到底是谁的大树画的比较好吧 嗯,不错不错 你们已经画得非常好看了 呃,佩奇画的也是不错 可是呀,我只有一辆自行车 这可怎么分呢 这样吧,不如把投票权交给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佩奇画的好 还是乔治画的好呢 如果觉得佩奇画的好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吧 如果你们觉得是乔治画的好 那就双击666吧 白雪贝啊 最近我们童话王国呀 出现了一个非常凶恶的鳄鱼 我怕它们会到家里面来伤害你 于是呢 我就让大鲨鱼到家里面来保护你们两个的安全 母后母后 你怎么会让鲨鱼到我们家里面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鲨鱼以前都是做坏事的 那它会不会对我们两个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你们俩啊 放心吧 这一只鲨鱼呀 是母后专门培养的 不会做坏事 只是为了保护你们两个的安全而已 对对对 白雪公主 贝尔公主 我是不会伤害你们两个的 只是想要保护你们两个的安全而已 那好吧 我们相信你 大鲨鱼 那母后还有点事就得先走了哟 你们两个呀 就在家里面好好地待着 可别到处跑 哦 我鳄鱼出来转悠转悠 哎呀 这里居然有两个公主 真是转到了 哎呀 大鳄鱼来了 好可怕呀 这可怎么办呀 公主们 别着急 这个大鳄鱼啊 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你这个大鳄鱼 赶紧出去 不准伤害公主们 你这个小鲨鱼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我啊 可是鳄鱼呢 你是鳄鱼又怎么样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看看我的狮猴公 哎呀 我的脑袋好晕啊 这个小鲨鱼的狮猴公 怎么这么厉害呢 它居然还会这种特殊的技能 我还是赶紧走吧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看我的魔法魔法 把你定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童话森林就安全了 你也不会再出去欺负它们了 哇 没想到 这个大鲨鱼这么厉害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它厉害吗 如果觉得它厉害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给它吧 哈哈 昨天刚买了一个神奇的鳥鱼 我今天才发现它的神奇之处 就是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它就会变大 艾莎姐姐艾莎姐姐 快救救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被妖精抓走了 我现在还这么小 救不了爸爸 小乔治 你不要担心 我这里有一个神奇的黏土 它可以把你变大 这样你就可以去救你的爸爸了 先用这个黏土把你盖上 无啦无啦变 我们来看看 小乔治有没有变大呀 哇 小乔治真的变大了 太好了 我要去救我的爸爸了 艾莎姐姐 艾莎姐姐姐 听说你的沙子能让我变大 你能帮帮我吗 我的爸爸被怪兽抓起来了 我要变大去救我的爸爸 当然没问题了 来小奥特曼 我来帮你变大 我再给小奥特曼一个小红星 然后再加上魔法 无啦无啦变 我们也来看看 小奥特曼有没有变大呀 哇 小奥特曼变成了大奥特曼 太好了 谢谢艾莎姐姐 我可以去救我的爸爸了 艾莎公主 听说你这个神奇的黏土 可以让人变大变强吗 你能帮我变大变强吗 当然没问题了 来怪兽 你也快进来吧 现在我用这个黏土 把怪兽盖起来 小朋友们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哦 你们只要发送小红星 再点击关注 这个怪兽就会变小的 你们愿意把怪兽变小吗 评论告诉我吧 请早起来打开窗 心情没没的 哎 怎么回事呀 我的拼图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到底是谁这么讨厌 把我的拼图给我弄乱了 哎呀 先不管了 先不管了 我还是先把我的拼图啊 给拼好吧 我呢 就先把我的小鸭子给拼好吧 因为小鸭子呀 是最简单的 你看 我先把鸭子的头给拼上 然后再拼上它的尾巴 再拼上它下面的这一坨 那小鸭子不就拼好了吗 怎么样 我奥特曼是不是非常厉害呀 现在呀 我就要开始拼我的轮船咯 轮船其实看起来简单 其实还蛮难的呀 可是这个也是难不到我奥特曼的 我奥特曼可是拼图小天才呢 所以呀 我肯定能把它拼好的 你看 这样 轮船是不是就被我给拼好了呀 咦 不对呀 我的拼图怎么少了一块呀 这个轮船最上面的东西 怎么不见了呢 我要纳着我的糖果走喽 小狗小狗 你是不是拿走了我的拼图呀 什么拼图呀 我可不知道 你看我的嘴巴里是金币巧克力呢 哦 不是我的拼图呀 那不好意思 你快点走吧 拜拜 大鲨鱼大鲨鱼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拼图啊 什么拼图啊 我可没看见 你说谎 你刚刚说话的时候 我都看见我的拼图在你嘴巴里面了 你还给我 什么拼图啊 你看错了吧 根本就没有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这个大鲨鱼嘴巴里面的是不是我的拼图啊 如果你们觉得是的话 就评论告诉我吧 嘿嘿 趁母后不在家 吃一块糖 喵喵喵喵 然后把糖纸藏起来 哈哈 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贝儿 母后回来了 你今天在家 有没有听母后的话 没有吃糖呀 母后 我听话 我今天没有吃糖 母后母后 贝儿姐姐吃糖了 我都看见了 我还看见她把糖纸藏起来了 你看 贝儿 怎么能撒谎呢 人证无证都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我没吃 这不是我吃的 贝儿 比起你吃糖来说 母后更难过的是 你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还在发谎 你要知道做错事情并不可怕 可怕吃 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哦 孩子 母后希望你做个有担当的人 母后 对不起 糖是我吃的 我就是怕你生气 所以不敢承认 嗯 好 贝儿 谢谢你跟母后说实话 母后知道一个人承认错误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你真吧 给妹妹做了一个好榜样 母后 我以后一定会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不会撒谎的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一个 城市守信的好孩子哦 即使做错了事情 也要勇于承认错误 孩子们 快来 看母后给你们买了什么好吃的 母后 我来了 母后 我也来了 啊 母后 你怎么就买了一个糖果呀 嗯 我没有糖果吃了 哎呀 对不起 母后少买了一个 你们在家等着 母后再去买一个回来 孩子们 母后把糖果买回来了 你们快来呀 哎 我的两个公主怎么不见了 该不会被人抓走了吧 不行 我要赶紧找人帮忙 喂 请问是奥特曼吗 我的公主们不见了 你能帮我们找找吗 好 那我就在家里等你们 王后 你有什么线索吗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咻 我知道 我这有监控 红红上面显 是的是 大鲨鱼吧 白雪公主们抓走了 啊 大鲨鱼 为什么要抓走我的孩子呀 放心吧 王后 我们这就去找大鲨鱼 没想到今天收获还不小 大鲨鱼 快放了白雪公主他们 啊 你怎么知道是我抓了他们 只要你做了坏事 都逃不过我们的法眼 奥特曼 你不能抓我 你误会了 其实我是救了他们 我才不信的 那我来问问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大鲨鱼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就发送肚子666 如果不是真的 发送肚子888吧 公主们 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舞蹈比赛 所以啊 现在就给各位公主们 发送五半咯 给白雪公主一个小僵尸 作为五半 给灰姑娘呢 一个奥特曼 让她作为灰姑娘的五半 最后啊 把白马王子 交给贝儿公主 让她做贝儿公主的五半吧 公主们啊 现在你们就可以 领走自己的五半 去练习跳舞咯 到时候呀 咱们可要参加舞蹈比赛呢 小朋友们 我们呀 是僵尸组合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就给我发送小红星吧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我们是奥特曼的组合 我们是正义的组合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 这个组合的话 就给我们发送666吧 小朋友们 我们呀 是王子组合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话 就给我们点击关注吧 好高兴啊 好高兴啊 没想到这次的舞蹈大赛 王子哥哥居然是我的舞伴呀 贝儿姐姐 快起床啊 哎呀 你干什么呢 我正在和王子哥哥跳舞呢 贝儿 你大白天的 在说什么梦话呢 快起来快起来 别睡了 哎呀 哎呀 疼死我了 我都从床上摔下来了 白雪妹妹你干什么呢 我的舞会还没结束呢 贝儿姐姐 哪有什么舞蹈比赛呀 啊 原来 原来这个舞蹈比赛 是我在做梦啊 老大老二 今天天气这么热 爸爸想吃冰块了 爸爸给你们一人 一杯苹果汁 你们给我做冰块 只要谁做的好 就会有奖励的 我现在要出去办点事 待会儿回来检查 好了 你们现在各自做各自的吧 哎 爸爸平时工作纳目辛苦 我要认认真真的做 给爸爸做一个苹果口味的冰块 让爸爸凉快凉快 我开始做了 虽然爸爸平时对我们很严厉 但是啊 那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呀 我一定要做好这个苹果冰块 给爸爸解渴 好了 做好了 大哥 你快看 我的苹果冰块已经做好了 该你做了 大哥 你怎么还不开始做呀 天气这么热 我才不给爸爸做呢 我自己要把这个苹果汁喝了 啊 真好喝呀 糟糕 我把这个苹果果汁喝完了 这该怎么办呀 爸爸待会儿回来了 肯定会骂我的 让我想想 嗯 哎 有了 我在这个杯子里面倒上清水 然后再咬一咬 爸爸他肯定不知道 我再把这清水倒进模具里面 每一个都要倒满 好了 我的清水冰块也做好了 哈哈 老二 你看 我是不是很聪明呀 大哥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看 这个做出来的冰块 没有味道又不好看 哎 老二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反正爸爸又不知道 你也不会告诉爸爸是吧 没事的 我回来了 老大 老二 你们的冰块做的怎么样了 我来检查检查 哎 你们做的怎么不一样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知道的话 就评论告诉我吧 太好了 终于到地方了 乔治 这是浇油 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我带的可丰富了 你看 有棒棒糖 有水果 还有饼干 还有饮料呢 小怪兽 你带的是什么呀 我 我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就算了 奥特曼哥哥 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乔治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好想吃饼干呀 可是我的妈妈没给我买 反正乔治带了那么多东西 我把饼干拿走 他应该不会发现吧 小怪兽 你在干嘛呢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我明明看到你偷偷走到乔治后面的 才不是呢 就是你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相信小怪兽 也相信小僵尸 嗯 那怎么办呀 要不我们就让手机前的小朋友来评并礼吧 嗯 这倒是个好办法 小朋友们 你们说 到底谁想拿我的东西啊 如果是小怪兽 就发送小空心 如果是小僵尸 就发送数字666吧